首先我們帶您關注在雲林縣抖六市 昨天晚間 廖天丁的這行一公後方 臨時鐵皮屋傳出了火警 雖然說這個火事是順利撲滅了 但是七十歲的林姓廟公 他因為行動不便 逃生不及 結果被燒死在屋內 後續將交由監視人員調查 釐清起火原因 現場火事猛烈 鐵皮串出火蛇 消防人員拉起水線不斷灌咎 農業不斷消防人員拿出破壞工具 破壞鐵捲門才順利進入 斗六區供奉廖天丁廟宇的後方 鐵皮屋慘遭惡火 屋內堆放大量精紙一蘭霧助燃 警消人員花了十多分鐘控制火事 講救人車總共出動 各式消防車 安救護車總共有十部 救災人員僅一消約四十名 七十歲的林姓廟公 住在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內 因為行動不便逃生不及 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全身焦黑 明顯死亡 警方表示詳細的起火原因上 帶火吊人員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